歡迎加入1800新聞1點0的新聞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昕怡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加入我們的直播留言區 在線上跟我們一起留言互動 聊天 聊新聞 今天是週五了 先預祝大家週末快樂 今天新聞首先呢 我們先帶大家來關心的是藝人賀君祥 他在台北市的住家呢 在今天遭到警方搜索 而且還扣查了賀君祥的手機 北檢也證實他被列為妨害性自主的被告 而這一次的行動呢 他們也證實是為了要保全相關的證據 而狗仔葛思琦就澄清 這件案件跟他之前爆料的是沒有關係的 不過賀君祥在今天下午也透過律師發表聲明 他說全程會配合司法調查 但也強調沒有跟任何人有餘舉的行為 藝人賀君祥會在台北市的住家 就在今天早上的時候被松山區的警方搜索 而且還扣走手機等相關證物 北檢也證實賀君祥被列為妨害性自主案的被告 這回是為了要保全證據才會發動搜索 並否認有傳喚或是居提相關人等 不過資深狗仔葛思琦去年就爆料賀君祥跟酒店面有緋聞 讓外界一度認為跟這件事有關 此事跟我去年所說的這個事情是沒有任何關係 對 但是這個案子是不單純 就我所知是不單純 法官說在酒店裡面聽到的話不算是查證 對不對 那你們覺得我能講錯什麼嗎 跟著瞭解這次案件是發生在今年初 疑似是招待所一名女員工指控賀君祥在聚會過程中 對他有不當肢體接觸 事後向警方報案 這是賀君祥去年針對葛思琦爆料做了回應 否認一切指控 這次他也透過律師發出聲明說依照檢方案件進度 需要查詢通聯記錄才會被扣走手機 全程配合偵查程序 並強調沒有跟任何人有與舉行為 有法界人士透露妨害性自主案件 發動搜索扣證物算是罕見 不排除是被害人有向檢警提到 手機對話記錄中有案情相關內容 所有事證跟細節就等檢警一一釐清調查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中國大陸的圍台軍演在今天進入到了第二天 但截至週五呢 只公佈了軍演相關的動畫 但是國防部就掌握昨天大陸的海空軍舞 最靠近的台灣距離是24海里 雖然有搭配實彈 但是呢實彈都是沒有發射的 大陸也強調這個軍演是針對台獨 還有外部的干預勢力 為了要加強聲傳 北京還在戶外鬧區 用大螢幕播放軍演的畫面 大批共軍快速奔向戰鬥位置 火箭軍士兵在森林裡移動調整火箭 共軍擠牙膏式公布軍演畫面 對台威嚇施壓 你們不要為台獨賣命 以武巨頭只有死路一條 戰鬥警報 23號晚間大陸持續公布第一天軍演影片 24號上午共軍東部戰區又公布了 軍演模擬動畫 交代第二天軍演 包括軍機軍艦擾台路徑 強調進攻包圍封鎖台灣 還有多發虛擬飛彈越過台灣海峽 命中台灣本島 但國防部監控 重軍機艦對接近台灣為24里 首日沒有發現發射實彈 一切台獨分裂勢力 都將在中國實現 完全統一的歷史大事面前 撞得頭破血流 發動大規模圍台軍演 陸方也加大內外宣傳 外交部對國際媒體表示 一切正當必要 對內則是在北京鬧區 對民眾播放軍演影片 這裡是北京的知名地標 世貿天街 有著亞洲最大的異境螢幕 而這一幕在中共危台軍演的 第一晚播放央視新聞聯播 放送包圍台灣的示意畫面 大部分民眾去接收信息的時候 他會有自己的一個判斷 但如果這個時候你的媒體 給一些指示 給一些引導的話 他結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樣了 面對陸方以軍演威脅 台灣陸海空三軍也採取反制 空軍24號釋出影片能看到 官兵調整戰機掛上實彈 升空執行任務 另外P3C反潛機 執行警戒攻擊任務 爭獲江島級護衛艦 旅揚三型飛彈驅逐艦 海警船多艘共艦畫面 這也是我幫空軍首次公布 在空監控的視角 海軍部分則是派出雷達車 飛彈車以及班超越飛 康定任何基隆軍艦監控共軍軍艦 陸軍影片秀出軍武 強調以實力對抗威脅 捍衛民主自由國土 此外 墾丁國家公園內 也看到熊二熊三 各兩組飛彈車進駐 現場軍事官都實彈警戒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中共解放軍這一次圍台軍演 他們叫做聯合力屆2024A演習 在今天進入第二天 我們剛剛看到 中共到現在的演習 都沒有發射實彈 日本媒體就解讀 演習沒有發射實彈 主要可能是因為大陸 不想加劇 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而至於台灣的軍事專家 他們則認為接下來 可能還會有B跟C的演習 如果解放軍接下來 要發射實彈演習 將會提前72小時公告 中共解放軍進入演習第二天 大陸海警釋出最新照片 顯示人在東部海域 演練核查識別 預警驅離等項目 這次大陸海警也加入軍演 而且一改先前 執法巡查的說法 換上綜合執法演練字眼 警告意味濃厚 可以說徹底打破了 台灣所謂的限制水域的 這樣一個認知 大陸海警距離烏秋雨最近距離 一度只有2.8海里 相當於陸地5公里 陸方警告如果繼續挑釁 下一步就是進入禁止水域 對東銀島和烏秋雨的台灣船隻 進行登船檢查 另外解放軍也在台灣東部 臨近海空域 劃設了兩個演練區域 這裡沒有任何一處地方 對你們來講是安全的 我們有能力對你們進行全方位 全方向的一個打擊 日本媒體朝日新聞分析 2022年 前美國眾議院議長 裴洛西來臺時 解放軍對臺軍演 發射了5枚彈道飛彈 但這次規模不如兩年前 或許目的是為了向台灣施壓 但又不想加劇 與美國的緊張關係 前空軍副司令張嚴廷認為 按照國際規範 若要進行飛彈射擊 必須提前72小時公佈 還要劃設近航區跟現航區 因此張嚴廷推測 軍演還有下一步 中共有備而來 台灣怎麼回應 將決定解放軍下一步怎麼走 TVB新聞綜合報導 大陸進行圍台軍演 而美國CNN就分析 如果萬一兩岸真的開戰了的話 台灣周邊15條的海底電鑽 很可能很容易就被破壞 而一旦破壞的話 就會導致全台灣大斷網 而且也會影響到先進武器的使用 CNN指出其實台灣非常需要上 馬斯克星鏈這樣子的服務 但是因為馬斯克的 他的立場比較輕忠 所以現在台灣也打算 自行研發類似的低軌衛星系統 大陸解放軍舉行環台軍演 CNN報導指出 如果大陸真的進攻台灣 台灣周圍的15條海底網路電纜 恐怕會遭到攻擊 一旦這些電纜被破壞 全台2400萬人 將瞬間陷入資訊黑暗 3 2 1 在危機時刻 像是馬斯克旗下公司SpaceX 所發展的星鏈低軌衛星系統 台灣可能很需要 這裡在台灣 人們有很多理由 疑問星鏈聯盟 伊朗穆斯克控制它 而且他跟中國有深入商業的關係 他們的政策是 要聯繫台灣和中國的關係 目前星鏈已經在烏克蘭和加薩衝突中 發揮重大作用 不過馬斯克立場輕忠 台灣為了自保 決定加大太空領域投資 自主研發類似星鏈的通訊系統 其實去年馬祖的網路電纜 就疑似遭到兩艘大陸船隻破壞 使馬祖與外界斷聯 台灣正在與NASA聯盟 在美國發展的空間 發展的空間 在面對大陸的危機 中國在空間上升 空間上升 空間上升 沒有國家的規定 沒有條件 沒有條件 專家表示如果台灣要打造 能夠涵蓋全台網路的系統 至少需要發射50枚衛星 若想提供不間斷的網路 則至少需要數百枚衛星 台灣目前的衛星通訊計畫 離這段路還很遙遠 HT也說斷廣一堆人就會 哀哀叫投降了 的確 但最重要的還是會影響到 我們先進武器的使用 這當然非常的重要 好那我們看到的是 最近呢大陸的央視 他們也喊出了 中國終將實現完全統一的口號 而如今很多台灣的藝人 包括像是楊成林 陳妍希 張韶涵等人 他們都跟進轉發 甚至對岸的網友呢 還製作了藝人的表格 幫大家打勾勾 誰有表態就打勾勾 沒有表態就不打勾勾 陸委會被問起這件事情呢 他們也說 雖然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場 但還是希望可以考量到 家鄉人的心情 網友狂刷社群 看到楊成林 陳妍希 張紹涵 明道都轉發同則貼文 似乎覺得一個個這樣查 太麻煩了 甚至有人做成表格 轉發了就打勾 沒轉發給個差 像周杰倫或建華 沒辦微博還特別標注 觀察發文的台灣藝人 其實都有些共同點 接下來我要唱的這首歌 應該是我的演唱生涯裡面 議論跟評論最多最多的一首歌 像是張信哲同套巡演 改版再改版 湊巧近期在對岸 上海 紹興等城市接著唱 吳客群也接連在杭州 深圳有演出 時機就這麼剛好 但同時看看率先開槍的侯佩成 IG留言處可謂火花四射 一排簡體字刷刷刷狂喜讚 說侯佩成別被惡評影響心情支持你 但台灣網友也飛省油的燈 說請先放棄台灣國籍 台灣健保 每一個藝人 可能都有他自己的立場 那只是在做這些作為的時候 希望他們能夠考慮一下 那個培養他們的地方的人的心情 念在琴又或是念在人民幣 多年來台灣藝人得面對的課題 每個決定都是蝴蝶效應 第一位選人莊全 下面去討報道 好 就在大陸舉行環台演習之際 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他們也宣布了 將在6月26號舉行環太平洋軍演 而這一次參與的國家 比上一次又更多了總共有29國 而且動員人數將高達25000多人 也會派兵參加的菲律賓國防部長 他們就講了中國常常用武力來達到目的 有不能再放任這樣的情況 就在大陸展開環台演習之際 美國海軍也宣布2024年環太平洋演習 將於6月26日登場 並持續至8月2日 環太平洋軍演是世界上規模 最大的跨國海上演習 今年有29個國家參與 出動40艘水面艦艇 三艘潛艦 私事國陸軍部隊以及150多架飛機 參與人員超過25000名 相比2022年的演習 參與國家增加三國 近來與中國發生多起海上衝突的 菲律賓也派兵參加 大陸環台軍演受到國際媒體高度關注 新加坡電視台訪問專家時指出 這次演習和佩洛西訪台那次目的一致 陸透社訪問的專家表示 這次軍演明顯比佩洛西訪台那次規模還要小 但要避免雙方擦槍走火 日本NHK也前往福建報導這次軍演 提到這次演習包含模擬攻擊高雄港 是設想萬一開戰掐住台灣咽喉 阻斷美國向台灣提供軍事援助 日本政府也對中國喊話 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決紛爭 因為上次解放軍發射的彈道飛彈 有5枚就落在日本經濟海域 體育電新聞綜合報導 好來關心立法院今天再繼續審查 國會改革法案 而反對改革的民間團體 在今天第三度號召群眾包圍立法院 而這一次抗議的人潮 在下午就已經從青島東路 滿到濟南路上 國會改革法案朝野續戰第三回合 在立法院外的抗議也號召第三次 中午雨停過後抗議群眾已經破萬人 塞爆青島東往後一出到中山南路 從青島東湧出的民眾 改轉主辦方抗議第二現場濟南路 民眾提供的愛心物資不斷湧入 甚至開出第二補給站 他現在都點了很多加勒服的物資 然後現在很多司機都跑去加勒服去 三趟 所以今天單量怎麼樣 比較多 不是所有總統支持者 但是為什麼你這裡 我們是民主支持者 因為那些國會議員 看到了 KMT和TPP 把TPP的國會議員 相比反改革的群眾人潮淹沒兩條街 國民黨也在青島東另一側借路權租來宣傳車 闡述國會改革理念 但到下午四點前 仍不見停改革的民眾來聲援 其實藍營不只借了青島東 綠營指控藍尾王鴻威 甚至周遭的陸權都已經租下 他也是是想包圍反改革民眾 沒有今天其實我們沒有任何的動員 那麼所以民進黨放心 我們不會像他們一樣想要故意在場外製造衝突 然後你有去焦點 只是逐漸陸權沒有集會權利 要區隔出藍營和綠營不一樣 TPP的新聞 我們剛剛講到立法院院會在今天繼續審查國會改革法案 而民進黨在今天也拿出了新道具藍白拖鞋 嘲諷藍白兩黨 而今天在表決部分依舊是採取舉手表決 但是在其中一案綠營提名要記名表決的時候 立法院找韓國瑜計票的時候居然宣布有59票贊成 也讓現場的國民黨立委非常錯愕 就在民進黨立委林俊憲發言時被傅坤其怒嗆別再演綠營群起圍攻 週五下午繼續審議國會改革法案 民進黨裝備再升級人手一雙藍白拖當啦啦棒 喊口號不停歇卻似乎有點累 綠營抗議舉手表決違反程序正義就在其中一次提議記名表決時通過人數 竟然過半 韓國瑜宣布59人贊成通過國民黨立委你看我我看你現場欄委聯盟趕緊提議重複表決 議事緩慢進行因為綠營使出文攻戰術 登記發言次數高達兩千多次 但藍白不斷用人數優勢通過停止討論 每個條文只能一人發言討論 如今再有人解讀國會續審改革法案 預計會依照三步驟的統戰劇本 包括繼續由韓國瑜傅昆祺主導強推法案 國民黨動員群眾集結力願外 抗衡公民勢力製造台灣內部動亂 配合中共軍演形成內外交迫情勢 藍營就怕又被帶風向 因為這週二立法院進行表決時 韓國瑜同時要接待多組外賓 但當天韓國瑜卻宣布收席 沒讓張啟成主持 就被認為因為張啟成過去是 國民黨內的支美派 不認同韓富兩人的議事處理手段 因此被韓國瑜冷凍 對此張啟成辦公室也回應 根本是編故事 副院長張啟成 順來綠白三黨代表出訪瑞士 一場內一瞬間大和解 體育宣傳交明和新聞小朋友 台中報導 520新政權交接 警政署署長黃明昭也卸任了署長的職務 不過就在交接前 刑事局有一名偵查隊長 他就在臉書上發文怒嗆 他說禍害警戒得不配位的某人 終於滾上山了 而事後遭到寄生界處分 事實上我們調查 這一名偵查隊長 他過去是台大電機博士榜首 也曾經在竹科擔任工程師 是被詐騙之後才決定從警 正在台上笑容滿面 黃明昭卸任署長職務 轉任國安局副局長 交接典禮上交棒給張榮馨 不過就在交接之前 刑事局一名偵查隊長發文了 提問指出要慶祝特別的一天 禍害警戒得不配位的某人 終於離開了 詐騙金額破千億 卻只會欺上瞞下 更質問對方上任到卸任 對警戒有什麼貢獻 稱職也只用自己人 就連下星期他都得要發新聞 但不解拼命的發新聞 台灣的治安就會變好嗎 這名誠信偵查隊長 用個人的民意發言 案子卸任署長黃明昭 做得不好 還特別標註了刑事警察局 雖然事後他已經把天文刪除 但還是被懲處 三月書成功破獲此國際運毒集團 及不法幫派等他人 期間前才開記者會 受訪說明案情 根據了解 這名誠信偵查隊長 是台大電機工程學系 博士班的榜首 過日曾在逐科當工程師 因為被詐騙 才決定從警 想把詐騙集團 申之一發 同仁的惡言相像 像是個人言論不當 又或是上級 沒有做好引發怒火 或許雙方都有該檢討的地方 但公開撻伐行為引來爭議 還是得為自己的決定付出代價 台灣摩斯漢堡的母公司安心食品 他們從2010年進駐大陸的廈門 經營了14年這麼久 不過他們最近宣布喊咖要撤出當地的市場 而要把資源放在屏東的安心農科場 而且要擴大台灣的佈局 專家認為不只是受到警器的影響 加上大陸最近其實有很多相關的品牌都出現了 當然競爭壓力當然會更大 台灣品牌素食龍頭之一的摩斯漢堡 進入大陸廈門長達14年 業者卻突然拋出震撼彈 又撤出當地市場 這個紅色招牌未來在大陸當地再也看不到 從2010年廈門展開第一間店 兩年後於上海也發展手店 截至2024年一共7間店 不過董事會22號也決議 通過考量整體的發展營運狀況 近14年宣布喊咖 將重新百萬屏東安心農科場 擴大佈局南台灣 整合上中下游周邊產業的發展 未來不排除在適當的時機裡重返大陸 其實近年來大陸餐飲市場景氣比較差 又加上在地的業者發展速度快 同一時間對台灣的品牌出現更高的競爭壓力 才會相繼出走 本土的餐飲業在大陸自己本身 開始發展起來了 所以如果是相類似的品牌的話 消費者可能就覺得說 我除了這些所謂的外資投資的品牌之外 他也可能會願意去嘗些本土品牌 2022年八方雲集全面撤出 隔年瓦城結束上海兩間門市 轉行為採購中心 今年是摩斯宣布裁撤廈門海外事業 而美食KY旗下的85度C 短短兩年關閉76間 王品乾杯也面臨相同的狀況 紛紛關閉數十來家電 所有的國外品牌 電數本身它擁有的條件 以及所謂的合資企業都更多 所以這個時候 當然對它在成長的速度 會是比較快的 但對本土企業來說 就是我們看到台灣品牌 在這個地方就稍微弱勢 專家認為 投資資金跟實際發展不如預期 確實會讓品牌難撐 未來企業是有機會轉往東南亞 或是其他國家發展空間 會比大陸來得更大 但最關鍵的還是消費者的支持度 KBN新聞 楊清華老師傳台北採訪報導 好現在下班時間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出現一些雨勢 當然是因為封面的影響 不過接下來是不是有可能有颱風 我們今天也邀請到氣象主播宣彤 到現場幫我們分析宣彤好 欣姨好大家好 好宣彤 大家非常關心這個今年是不是 有可能有第一個颱風要出現了呢 好確實喔 大家很關心這今年的第一號颱風 其實它到現在還沒有生成啦 它現在還只是一個熱帶低壓 它的近中心風速大概是每秒15公尺左右 要達到近中心風速每秒17公尺 它才會變成颱風 所以以目前來看的話呢 預計在最快的話 可能在今天晚上的話 它就有可能會成為艾維尼颱風 那目前它所在的位子 就是在菲律賓的東南近海這一帶 持續的往西北的方向來移動 預計到禮拜一的時候呢 它會出現一個反轉 會往東北的方向來走 之所以會往東北的方向來走 是因為在整個東側 它這邊是一個太平洋高壓 它會順著太平洋高壓的邊緣的氣流 往著東北的方向來走 所以它距離台灣是越來越遠的 而這個颱風呢 目前看起來對於台灣是沒有直接的影響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你看到 其實到禮拜一禮拜二 它距離台灣相對近 整體的距離還是非常的遠 所以它對於台灣頂頂多多 只有在東半部地區的民眾 需要注意如果你要去海邊的話 有可能會有長浪的情況出現 再來禮拜二禮拜三 下禮拜一到禮拜三 其實都是容易有長浪的情況 而這個颱風本身帶來的風雨 並不是特別的大 但是下禮拜二禮拜三 全台灣的雨會多 並不是因為颱風所造成的 而是因為封面來造成的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今天的降雨 今天呢主要是因為受到了封面的影響 但是這個封面逐漸的北台 所以降雨的雨區範圍會往北的方向來移動 所以在今天晚上下班的時候 還是建議您帶一把傘 尤其在台北內湖 在過去一個小時 也都還是有些零零星星的降雨 但是到了晚上呢 熱力作用逐漸的消散 只剩下零星的雨勢 而且比較偏向在北台灣地區 而到了禮拜六呢 整體的範圍又會變得比較廣一些 因為它封面不是突然斷掉就直接消失 而是逐漸的北台 所以封面的影響雖然有 但是是逐漸的減弱 而且白天還是有熱力作用的加持 所以在禮拜六的時候呢 全台各地的民眾還是要注意 在午後容易會有一些午後的鎮雨 但是這午後鎮雨會比較偏重在山區 還有近山區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要去山區的話 建議你還是帶一把散 比較保險 而如果它今天在山區的熱力作用 發展的很旺盛的話呢 也不排除會順著南風 帶到台北地區 所以大台北地區也會有一些零星的飄雨 但整體來說 禮拜六禮拜日的天氣 跟這幾天比是會好很多的 我們再來看到這一週的降雨 你可以看到在禮拜日的時候 就是華東地區會偶爾有一些雨勢 而在雲多地區會注意要有午後的雷震雨 偏向在山區還有在近山區 而到了禮拜一降雨會逐漸的增多 剛剛說了這個封面會逐漸的又往南移 而下一道的封面呢 它本身的結構就比較強一點點 所以全台灣的降雨幾率都會慢慢的提高 甚至禮拜二禮拜三是封面直接影響的時間點 整個西半部地區不排除會有大範圍的大雨 甚至局部地區會來到豪雨等級 而到了禮拜四水氣都依舊是多的 只是整體的降雨強度會減弱 而未來幾天我們要特別提醒大家的就是 在禮拜六禮拜日因為吹南風 所以馬祖地區往返航班要特別注意 因為會有一些低雲貨物 要小心有農屋特報的發生 再來要提醒的就是在南台灣地區 會非常非常的悶熱 有機會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 而在大台北地區也有機會 會標出32度以上的溫度 要做好補水防曬的工作 欣宜 好的確 所以聽宣童講 其實這幾天大家可能外出還是要記得帶拔傘 因為看起來接下來又會有一個封面 那麼降雨的狀況也會比較明顯 那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這個要記得多補充水分了 好 那我們也謝謝宣童 今天到現場幫我們分析 謝謝宣童 謝謝欣宜 謝謝大家 好 另外我們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現在是晚餐時間 省前抗通膨 台北市東區有一家炸雞餐廳 雙人炸雞全餐799元 而且最便宜的套餐只要200元 重點是不管你選哪一個價位的套餐呢 都可以搭配自助吧吃到飽 主打的就是高CP值吸引 這個想要省錢的小資族 而另外其他素食品牌也推出了很多優惠 像是外帶的大披薩不到200元就可以吃到 還有8塊炸雞桶買一送一 一整隻雞裹上面糊接著再放進油鍋 炸得滋滋作響 等到表皮金黃油量就能上桌 你好 問您收上炸雞 炸雞 炸雞熱騰騰出爐 戴上手套把雞肉扒開 肉汁馬上流出來 單吃炸雞不過過癮嗎 沒有關係 一旁還有一整排的自助Buffet 香腸熱狗薯餅地瓜球 各種滷味小菜 通通任君挑選 應該也是跟朋友一起吧 可能會吧 就是偶爾 對對對吃這種高享受 本來要糾朋友一起分擔 但現在可以買一餐吃兩餐的炸雞 甜飽五臟廟又不怕荷包會扁掉 也吸引更多年輕人去吃吃看 這間餐廳位於台北市東區 最便宜的套餐只要200塊錢 而炸雞雞雙人分享餐賣799元 等於一個人大約400元左右 通通都能夠搭配自助Buff吃到飽 最優惠是可以到85折 所以說進來消費的話 我個人覺得CP值是很高的 學生想省錢 不只這一家選擇 像是必勝客就推出 外帶單點13吋披薩199元 加40元能夠吃海陸雙瓶 據像是麥當勞推出了APP優惠券 中暑45元 大麥克跟可樂的組合是99元 而拿破裏則是8塊7買1送1 兩桶只要399元 各家素食品牌紛紛祭出了不同的優惠 讓學生族能對抗通膨 花少點錢也能吃飽吃好 TVBS新聞 陳旭黃凱進台北倡報道 好接下來要問問觀眾朋友 你們在選擇工作的時候呢 會選擇前途重要還是快樂重要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其實很多人在選工作的時候 都會面臨兩難 而日銀行調查也發現 有高達7乘3的上班族 其實他們想要踏進科技業 因為薪資高 而且產業前景也是看好的 但是當然相對的得承受長工時 還有比較大的壓力 我目前都是在做網站的維護 軟體工程師這一塊 擔任軟體工程師快10年的莊小姐 過去曾在零售業服務業工作過 但最後人選擇投入科技界的懷抱 就是薪水優勃 環境穩定 就是它的待遇確實還不錯 就是比起一般的服務業 其他行業你真的付出勞力在那邊 用信用力在那邊去服務 那這個你就是用你的腦 一直去增進你的知識 然後去做在辦公室你也 自己做Coding的動作就好啦 在科技產業 薪水職位發展性 都符合社會眼光 但也有外界看不到的辛苦之處 就是你整個身心很累 你沒有其他的娛樂活動 那你假日的時候 你可能還要再加班 再去做這些東西 很多在台積電上班的朋友 他們都很想出來 可是出不來 因為他們在裡面的薪水待遇 很難找到一樣的薪水待遇在外面 那很想進去 真的會新鮮的每個都很想進去 因為確實他們 如果離開現在的工作 他們的房貸或是小孩什麼 開銷整個就是出來了 他們根本就cover不過來 這些消費這樣子 人力銀行調查就發現 有高達七成三的上班族 想踏入科技業 就是認為薪資待遇好 員工福利 產業前景看好 年終分紅也很可觀 不過相對的 也得承受較長的工時和壓力 專家分析 如果能在科技業累積幾年的資歷 就算往後想轉換其他跑道 也具有加分效果 如果上班族 有科技業的工作經驗 可能一兩年以上 那寫在履歷裡面 未來絕對是一個加分的亮點 不管他是要跨產業的工作 或是轉換到其他公司 都有加分的效果 那我們也會建議 如果比如說你要選擇 心情比較好 或者是前景比較看好 這樣的規劃呢 可能還是要看每個人 對於自己職業發展的 期待是什麼 在年輕的時候 應該就是要有前途的工作 那到一定年紀之後 就會覺得說快樂比較重要 我前面累那麼久了 我後面就不要再那麼累這樣子 喜歡的工作不賺錢 但能賺錢的工作又不喜歡 是上班族就業 時常面對的難題 究竟要快樂工作還是前途重要 我們還是會建議大家 可能就是遵循自己的本心 看你覺得職業發展 你的期待是什麼 就如果你期待你的職業發展 可能是未來可以更上層樓 那當然可能可以好好的鋪陳 你自己的職業道路 但如果你只是需要一份 可以養活自己的工作就好 那我們就會覺得 可能你身心上 讓自己比較舒適的環境 是比較好的 我覺得在選擇工作上 非常重要的是 我還是會覺得 當我們比較年輕的時候 我會比較期待我們找的工作 先以自己覺得 我適合可以升任 而且我有興趣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重視的是工作生活平衡 那我當然會 從這樣的一個工作去挑選 所以清楚自己要的目標是什麼 我要的價值是什麼 這樣你比較不會衝突 人資專家表示 每個人追求的工作價值都不同 有的以薪資福利為優先 有的重視工作上的成長學習 也有一部分的人 是以工作與生活平衡為主 因此在選擇工作時 又取決於個人對於工作的價值觀取向 薪酬福利如果他很重視 那他是不是願意去找 可能比較 離家遠一點的 薪水多一點的 有一些加班 雖然時間有一些長 可是他有多一些收入的 這樣的工作機會 那如果你是重視這個 學習成長的 你就會願意去負責 或是做比較難的工作 挑戰更多的這些工作等等 那當然如果你問我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價值取向 如果我們要持續在職場上 所謂的成長 那你可能就是要持續的 讓自己再去做學習 快樂工作前途似井 大家都想要想好工作價值的優先順序 才能讓職涯海闊天空 TVBS新聞 黃冠韋德彥宣台北採訪報導 好剛剛有問觀眾朋友覺得 快樂重要還是工作前途重要 很多觀眾朋友其實都有很多的想法 像觀眾朋友Lukas 他認為第一個重要是同事相處 再來是工作量薪資 最後才是離家境 而觀眾朋友會長也認為說 但是沒前途就快樂不起來 也是給未來埋下隱憂 另外Stanley說沒錢哪來的快樂 所以看起來的確 大家都是有不同的感覺 有些人覺得快樂比較重要 有些人覺得好像工作的前途好 相對就會快樂了 好這個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上關的問題 另外我們來關心的是社會消息 在新北市有一名大車司機 他日前跟地下錢莊借了非常多錢 借了21萬 但是平均一週下來要還六七萬元 導致他根本就還不出來 22號下午呢 他在三峽一個大型的停車場裡面 至少遭到了六個人包圍討債 甚至還被限制行動 長達了八個小時 警方獲報停車場內有人被囚禁 抵達現場發現這幾名男女不太對勁 我擠了蹲下 我擠了蹲下 蹲下 蹲下 爪爆頭 車子先行 果然在其中一輛車上找到被害人 趕快把人救出來 才知道他已經被限制行動 長達八個小時 回到幾個小時前 好幾輛雙雙邊名車一輛一輛抵達現場 為的就是要賭被害人 他們都是地下錢莊債主派來的 被害人欠了數十萬元 還不出來 當時其他司機都有看到 有好幾個人包圍這輛卡車 而被害人坐在車上 把門上鎖 不敢下來 後來才知道這些人 通通都是他的債主 被地下錢莊的人派人包圍 一度鎖門躲在車上 但後來還是被逼下車 坐上一輛兵士車囚禁在後座 一直到晚間十點 爸爸才幫他報案 整整囚禁了八個小時 而且其中一輛人手機 還發現有人下指令 為防止被害人逃跑 要求拿銅軍繩把人綁起來 警方在嫌犯車上搜出毒品 以及恐嚇用的棍棒 更發現他們幾位 都是不同的地下錢莊集團 這回去約在一塊上門討債 是否有人在背後統一指揮 警方還要繼續追查 好的確剛剛不少觀眾朋友 聽到這個高利息也都嚇到了 我們持續追蹤這一名受害的司機 他疑似是信用不良 所以才會找民間的融資公司來貸款 一般來說民眾有資金需求 大部分都其實會找銀行來借貸 但是可能會因為信用不良 或者是過去有欠款沒有繳納的紀錄 才會選擇在網路上找人借錢 警方就提醒 雖然借錢很容易 但是可能會面臨非常高額的利息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一名貨車司機 他借了21萬 但平均每一週要還67000元 被靠上手銬帶進警車移送法辦 這群惡煞就是當街拿出棍棒 威嚇討債的融資公司成員 一共五男一女通通落網 他們聲稱互不認識 都是為了討債才會碰面 六個人包圍著被害人 要他把錢還來 受害的簡訊男子缺錢 卻不是和銀行貸款 被惡煞找上門 許多民眾有借款的需求 通常第一時間會選擇和銀行來借款 但也有人是選擇跟融資公司 或是民間的貸款公司來借款 其中很大的原因 就很有可能是因為信用不足 受害的34歲簡訊男子 透過民間融資公司借款 一共借了21萬 分別是5萬6萬和10萬 加上利息 每個禮拜就要還6萬7 疑似還不出錢 被融資公司人員吹債 他告知自己在工地裡 要他們來談談 結果通通一次找上門 同時逼他債務 過去就有不少案例 民眾向地下錢裝借款 利滾利根本無法償還 被利用各種方式討債要錢 和民間公司借款風險自然 高出許多 那相較於銀行借貸 民間借貸較為方便迅速 也可以省去很多手續及審核時間 但是相對的風險也會高 經常會遇到詐騙集團 或是地下錢裝 那民眾借貸 務必要特別謹慎小心 基欠卡費 貸款持繳 或是有呆帳 都會被銀行列為拒絕往來戶 想在貸款幾乎都會被拒絕 想要恢復信用 要協商來還款 這回被害人找民間公司借錢 沒還錢不協商 遭到教訓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今天早上在花蓮的台九線上面 有一名22歲的駕駛 她從副里出發 要載著女朋友到玉里市區上班 結果沒想到在過程當中 因為不明原因自撞電線桿 而且撞擊的力道非常的大 坐在副駕駛的女朋友 全身重傷 當場沒了呼吸心跳 而且送醫之後還是回天法術 常路口處 一輛白色轄車高速行駛 疑似是要轉彎 但卻偏向一旁水溝 直接自撞路邊電桿 車彈飛還轉了180度 對面的民眾 聽到巨大撞擊聲響 看到發生車禍 趕快拿起手邊電話 馬上報警 經銷到廠後發現駕駛一人 焦急的在原地等待救援 你的身分證跟他的身分證都有嗎 都沒有 留我這樣 好 那先留你的就好了 男駕駛嚇得有點反應不過來 而且性愛的女友受困在副駕駛座 沒了呼吸心跳 是故地點在花蓮台九線280.5公里處 早上7點多 22歲的徐姓男子 從副駛出發 開車載著20歲的嚴姓女友 前往玉里市區 還不到10分鐘就要抵達 途中車輛卻偏移 被撞向電桿 有啊 就爆了 這樣撞手放不慢喔 有啊 是嗎 撞手放在開車而已 附近居民聽到巨響 跑出來查看並協助報警 白色轎車車頭幾乎全毀 電桿也被撞凹倒在地上 而徐姓男子受到輕傷 已是清楚沒有酒駕 但女友的情況相當不樂觀 警銷將嚴姓女子脫困後緊急送醫 但仍然宣告不治 當時到底是因為車速過快 還是路面積水導致打滑 原因還得郊遊警方釐清 不過據了解 嚴姓女子在玉里市區的飲料店上班 為了安全 男友常常會接送上下班 沒料到自撞女友因此喪命 TVBS新聞高中藍亭花蓮採訪報導 來看到的是台中市的行大 他們使用震撼彈攻堅毒販的據點 結果這震撼彈瞬間讓五名毒販 嚇到趴在地上 警方也在現場搜出了海洛因跟安非他命 不過這些嫌犯甚至第一時間還想要狡辯 台洋警方朝嫌犯住家炸兩發震撼彈 接著遠景破門攻堅五名嫌犯一看到警察早上門 嚇傻了眼乖乖趴在地上束手就擒 警方進一步搜索發現一級毒品海洛因 有七包總重13公克 安非他命五包以及毒咖啡包 警方說偵辦販毒案時查到上游是一位52歲理性主賢 先前他在逢甲落網 因為覺得毒品市場商機龐大 跑回物封老家另起爐灶 一大群刑警跑到物封寧靜住宅區 一到場馬上掀炸兩發震撼彈 讓周邊鄰居全嚇了一跳 這才知道原來是販毒集團住所 警方訊問後依毒品罪嫌移送地檢署偵辦 TVBS新聞陳希君徐祐祥台中廠報導 澳洲五保媽戴比他因為涉嫌跨海運毒 所以在台灣遭到羈押禁見 但他在開庭的時候坦承犯行 但也說前夫也有涉案 但是現在根據英國的每日郵報刊登的報導 前夫他出面受訪的時候也說 他自己跟戴比都是清白的 強調他們是被犯罪集團陷害 兩個人都是受害者 蘋果每日郵報23號刊登了一則獨家消息 主要提到有關鍵人物出面澄清 表示日前涉嫌運毒來台遭待 並羈押的澳籍女子戴比是清白的 而這個人就是他的前夫約翰 他聲稱兩人都是被陷害的 去年12月桃園航警 在這名57歲澳籍吳寶媽戴比的行李箱 發現毒品 當時調查戴比涉嫌收下台幣6萬元的仇佣 從澳洲飛往馬來西亞 取得裝滿毒品的行李箱 又在飛往台灣運毒 儘管當場被抓包 他還是失口否認犯刑 但遠在澳洲的家人得知後 一度上網刊登聯署請願 希望親朋好友協助戴比回家 但在羈押四個多月後 戴比在開庭時坦承犯行 還供出前夫約翰涉案 稱他可能是幕後主使 要求法院傳訊 不過英國《每日郵報》23號報導 前夫約翰有話要說 約翰表示 他和戴比疑似被假冒海外投資的犯罪集團 詐騙 過去曾經與對方一同投資 甚至還一起來過台灣的銀行 多年來都有持續聯絡 前陣子才剛投資新台幣6400萬元 只是戴比在台灣被捕時 想要聯絡對方 卻再也聯繫不上 約翰表示 兩人都是受害者 彼此也都是清白的 不過戴比與他的說辭矛盾 案情的真相也只能交由司法 抽絲剝繭 DBS新聞 有網友在社區平台PO出一張照片 說他遇到了好心人 他把機車停在台中一中街的商圈 結果牽車的時候發現有人留下了字條 這字條上面告訴他說 你的後輪磨完了隨時會爆台 還說這樣非常的危險 錢再賺就好生命比較重要 有網友在社群平台PO出照片 說機車停在一中街 回來牽車時發現有好心人 留下字條 上頭寫著你的後輪磨完了 隨時會爆胎 強調非常危險 錢再賺就好生命比較重要 照片一後上網引發網友熱議 輪胎磨到鋼絲都露出來了 下一秒可能就爆掉 當事人說不只一中街這個車主 公司同事也是騎到鋼絲露出 都不換胎 實際回到一中街機車非常多 但幾乎沒有人是騎到鋼絲露出 最多是胎紋磨平 這其實碰到雨天就容易打滑 更別說磨到鋼絲都跑出來了 是會覺得滿貼心的 就是 但是它是時時刻刻的 注意人家的輪胎嗎 輪胎最表層是胎面 與路面接觸最頻繁 而胎邊則是為了吸收路面衝擊 減震支撐 再來是胎純鋼絲 它是輪胎內源與輪框接觸的主要部位 網友祈禱胎面都不見了 露出鋼絲環帶層 這裡是強刃鋼絲製成 也就是俗稱的生命線 胎面磨到幾乎沒了 因此有抱胎危險 可能你在轉彎的時候 會感覺就是有點那種飄飄然的感覺 下雨的季節也到了 海水功能不足 另外有網友也貼出照片說 會提醒胎紋磨平的好心人 真的很多 自己也收過相關紙條 還有民眾貼出輪胎 胎紋一系列比較圖 從換胎稍嫌太遲 一路到拿生命在賭 就是要提醒機車族 換胎的錢不要省 騎車安全第一 TVBS新聞蘇泰瑩 許又翔 台中廠報導 東海大學附近的機車帶轉隔太小 就有學生抱怨 明明是隔子太小 卻還收到發彈 台灣大道國際接網 東海夜市兩段式左轉帶轉區 綠燈停滿後往後看 後面一頭拉庫 還有想要左轉的機車插不進去 只能排隊 結果越排越長 變成帶轉貪食蛇 但是一旦可以左轉後 一連12輛沒有在帶轉區內的其他機車 不管37 21 直接闖紅燈左轉 因為救他們的想法 本來就是想左轉 只是帶轉區太小塞不進去 又不想等下一個紅綠燈 直接不管道路規則 直接回到現場 像影片一樣的違規亂像隨處可見 帶轉區停成兩排 了不起只停得下10輛左右的機車 但旁邊就是東海大學 加上要通往東海夜市 帶轉機車遠超過這個數字 但是格子太小 結果排到慢車道 一左轉還會被警察開單 他的空間根本就容納不下 不管是尖峰時段 還是不是尖峰時段 停不下 然後機車就是溢出來 甚至有時候 停到那個斑馬線上面去 大學生零用錢一斤不多 還要拿去繳罰單 學生們認為是道路設計不良 台中市交通局表示 國際街礙於空間受限 目前帶轉區已經規劃到最大 但理論上就算並排 沒有停在帶轉區格子內 也不算違規 不過一旦車多 連並排的位置都沒有 有文創業者指控他們拿學生的文化幣來用 結果沒想到帳號卻被凍結 女學生買了各種可愛文創用品 但原本想要使用文化幣交易 卻是 明明店家有文化部發放的QR碼 但手機一掃卻顯示沒有作用 原來店家日前接受其他人 使用文化幣消費 卻無故遭到搏擊 原來有人收到1200點的文化幣 以低價賣給了仲介 仲介在轉賣給其他學生 等到消費時 只要將店家的QR碼回傳 由賣出的學生完成交易 就能各取所需 但疑似賣出文化幣的學生 沒有收到現金 氣到向文化部檢舉 才會導致末端的店家 遭凍結帳號 店家表示從五月初至今 已經被文化部扣押近三週的交易額 超過50萬元 不但周轉出現困難 也質疑文化部的機制不夠健全 業者出示後台記錄 強調只能看到交易時間跟金額 卻無法確認是誰的文化幣 而我們實際上網查詢 至今仍有不少人 以五到七百元的低價 再收購1200元的文化幣 文化部強調店家疑似接受學生 以文化幣換來幣違反使用規定 才會遭到停權 另外為了防止收購轉賣 也強化至少三項機制 縮短付款碼的時間 以及限制截圖 因此為了維護自己權益 恐怕只能跟文化部開成布公 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正大藝術季的時裝週來看到 有一隻鴕鳥走上了伸展台 不只成為全場的焦點 在網路上也成功的引起話題 而裝扮鴕鳥的同學呢 也出面受訪 音樂以下有隻鴕鳥走上伸展台 鏡頭拉近一看 是真人裝扮模樣超逼真 另一個角度在場所有人超級驚呼 超像耶 加上肢體動作 宛如真的鴕鳥出現在正大時裝週上 我之前是在就是看到皮塔哥哥 他之前有發過就是他長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很有趣 我覺得看起來不難 我只要把那個 把他的服裝稍微升級一下就可以 我就覺得給他去走修 裝扮成鴕鳥見同學說 自己特地跑到大稻城 花一千二買布料製作羽毛 沒有想到會得價還能在網路上掀起討論 比起開心 更多的是驚訝當天的焦點還有他們 正面看跟正常的Model沒有差別 重頭戲在後方的人體裝飾 再來有同學直接把正大的校碑穿在身上 那我參加的組是要 身上佩戴一個不是衣服類的東西 那我選的東西就是一個人 對 就是拖在我後面這樣 有點像裙擺的感覺 我們平常學生在校碑之下走來走去 平常很少會就是抬頭仰望 很少會注意到校碑的存在 今年政大藝術季核心一二時代 反指標 跳脫框架 實驗性 以及叛逆為主 時裝作為分為婉轉色彩組 不設限組和Cosplay組 喜歡的領域就是時尚領域 然後也比較有經驗 所以就想說可以把這種 就是時尚帶進校園 大家是都是以人為藤去走修 對 那所以看到這一集就覺得 它很特別就是 它在仰生佛妙 透過時裝周 同學們以靈活的想像力 各個出幾招成功 掀起話題 特別新聞陽性網站 台北採訪報導 韓國女團來台取景拍攝MV 現在地點也曝光了 包含像是民生社區 宜蘭 郊西 德陽街 都出現在畫面當中 從一場路邊的小車禍開始 韓團New Jeans開啟了意外之旅 好可愛的女孩 好可愛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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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天白雲配上可愛的女孩們 起床風格就像是跟著她們一起玩耍 New Jeans在24號公開主打歌 好可愛的MV 但是欸這一幕幕場景 怎麼這麼熟悉 隨著列車經過虛間車 普悠瑪號台灣粉絲一眼就能認出 正是宜蘭郊西的平交道 還有雜貨店濃濃台味擋都擋不住 因為這一整支MV外景的部分 都在台灣拍攝 韓團New Jeans終於回歸了 但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 因為他們MV其中有一幕 居然就是取景記者現在所站在的位置 就在萬華區的華江社區天橋上 邦尼斯趕快來打卡 MV內不只出現這裡 還有宜蘭郊西德陽街平交道 和台北民神社區 起初還因為被路人偶遇PO上網 引起軒人大波 現在MV終於公布 這也是在公司爭議後的首次回歸 台北公司這就是執行罪 周圍龍山警察局 在23號下午傳喚Hype相關人員調查 是否明希正會被撤掉職位都有待釐清 兩派論戰 粉絲只希望New Jeans這次回歸 不要受到太多波及 UBS新聞消民討日文綜合報導 環保現在在南韓成為主流 很多企業也推出減送商品 甚至有店家把寶特瓶收集起來 再生製作成糧席 飯店工作人員在客人退房後 將喝完的礦泉水瓶收集起來 這些無標籤的寶特瓶 可回收再生製作成糧席 提供給顧客使用 平均一塊糧席需要用上60個寶特瓶 將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獲得不少好評 南韓企業從礦泉水瓶開始 減少包裝材料 提高回收再生率 這一股蜂巢正擴大到其他產品 像是這一款杯裝咖啡飲料 把原本的塑膠蓋子和吸管全都去除 平均一個的塑膠使用量 減少3.2公克 瑪格麗酒的瓶子 也從不透明的綠瓶換成透明塑膠瓶 讓垃圾分類更方便 環保價值觀在南韓成為主流 企業主動販售減速商品 採用環保材料製作禮盒 像是回收廢氣塑料 但是,仍然是廢製的 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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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限制过度包装的标准 只能用纸箱包装一次 物品以外的剩余空间规范在50%以内 但法律修改两年后才实行 为了让业者有时间增设包装产线 在追加两年的过度期 提到结束议题 生活中常见的湿纸巾 由于大部分混合了塑胶材质 河南回收再利用 经常和其他生活垃圾一起焚烧或掩埋 研究结果显示 南韩每年餐厅用的湿纸巾垃圾有8万吨 家庭用湿纸巾垃圾有32万3000吨 光是处理湿纸巾垃圾的费用 每年高达1800亿韩元 坊间有人提议 对湿纸巾制造商征收废弃物负担金 南韩环境部也正在掩拟 用何种行政手段来管控 减速已经是全球共识 南韩政府循序渐进 唤起民众和企业响应 仍需要一段时间 TVS新闻综合报道 特斯拉现在在欧洲纯电动车销量下滑 甚至连大陆的市占率也缩水 让他们压力非常的大 盛大举办开工仪式 特斯拉在大陆设厂十年后 又将砸下新台币65亿 打造超级储能工厂 5月11号 特斯拉一拿到施工许可证 两周不到的时间立刻开工动土 占地六万坪的土地 将盖起特斯拉超大型厂区 储能商用电池MegaPack 预计明年首季投产 储能规模将近四千万度电 相当于上海五万户家庭 一年用电量 特斯拉也和临港集团 举办第一批储能系统签约仪式 抢吃全球储能大饼磨刀磨磨磨 特斯拉跨入储能领域的同时 纯电动车销售却拉起警报 4月欧洲整体电动车销售成长14% 但特斯拉的销量 竟比去年同期减少2.3% 只剩13951辆 写下15个月以来最低记录 对照小米汽车苏七系列 累计预购达到8.8万台 随着买汽被炒热 小米集团预估全年新车销量 将冲破12万辆 市占此销比涨 美国课征大陆电动车高关税 马斯克最新表态反对 纵使特斯拉在大陆市占率略显下滑 但特斯拉仍需仰赖大陆 提振整体业绩表现 TVB新闻综合报导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本集完 本集完